科技界大事件 Fastbook正式改名Nita 一个元宇宙新纪元由此开始 和美矩阵综合报道 Fastbook未来将从一间社群公司转变成一间Netverse优先的公司 所有包括Fastbook、Instagram、WhatsApp等产品 未来都会为了Netverse所努力 美西时间10月28日早上7点 硅谷的天刚蒙蒙亮 Fastbook硅谷总部前公司标志牌被蒙上了一层幕布 工作人员在标志牌前拉起了屏障 静静等待着今天FastbookConnect大会的召开 早上10点 Fastbook一年一度的Connect大会直播正式开始 扎克伯格主导了整场活动 细致完整地阐释了Fastbook对元宇宙的认识 原宇宙的战略规划以及目前在原宇宙领域上所取得的各项进展 11点13分 扎克伯格说 今天我们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 他从楼梯缓缓走下来到Fastbook的办公区域中 他说Fastbook曾经是一家从大学校园里诞生 只在用技术为人们建立连接公司 但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把人置于我们技术的中心 开启一个更大的社会经济形态 我相信 元宇宙将是互联网的下一个重要篇章 为了反映我们是谁 以及我们希望建立什么 我们决定重塑我们的品牌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希望未来我们不再只是一个社交平台 而是被设为一家元宇宙公司 2021年10月28日 在成立了17年08个月后 Fastbook正式宣布战略转型 曾经的大拇指标志被撤下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类似于无穷的新标志和一个新名字 Nita 一个新的元宇宙纪元正式拉开帷幕 什么是元宇宙 简单来说 所谓的元宇宙 就是现实世界里的所有事物都可以投射在在虚拟世界之中 现实世界里赚的钱能在虚拟世界里再赚一遍 甚至边界和规模比现实世界更大 而扎克伯格所设想的Nita也完全就是如此 他早已脱离了社交这个领域 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数字虚拟新世界 在他今天的阐释中 我们能看到Nita将在社交游戏工作教育等各个领域发力 把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难破其中 视频制作和美矩阵